建立则焚化厂处理 但是因为分配量加上年度税收的问题 造成花莲北区的占置垃圾已高达17000多公吨 去年花莲县环保局已向环保署争取一般废气物分选前处理计划 简称打包 希望可以经过分选 把可燃和不可燃的东西挑选出来 减少掩埋厂的垃圾量 垃圾占置问题一直以来是花莲北区目前最棘手而迫切解决的问题 既然香垃圾掩埋厂垃圾堆积量已经有接近5米高 每天收的垃圾量大约有40公吨 很久了吗 很久了 不像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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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其他的卡车 卡车要运到渔篮 经过那个最难稳 那个最难稳 那个一车子一经过 花莲县环保局备管科长张华宇 表示花莲去年已经破万有2万公吨的垃圾量 宜兰的立则本化炉一直在税修或是效能问题代收量一直不多 所以目前也只能在前置时将垃圾减量 并且以打包的形式先来做暂值作业 那它叫做一般废弃物 分选前处理计划 那我们通常都简称叫做打包 主要是它经过分选 把可燃跟不可燃东西塞出来 不可燃的还是放在原位也埋场的地方 那可燃的会把它打压缩打包起来 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垃圾飞散 还有一些异味的问题这样子 那我们去年争取到的经费大概是 呃约4500万 然后可以处理3万公吨的垃圾 那目前呃第一时间去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在花莲试验埋场这边做处理 那目前试验结果其实还蛮顺利的 大概已经打包了将近一万两千多公吨的垃圾 花莲县环保局去年已经向环保署 争取一般废弃物分选前处理计划简称打包 经过分选把可燃不可燃的东西筛出来 不可燃放在掩埋场 可燃的会压缩打包起来 这样可以避免垃圾飞散跟异味 打包压缩的经费争取大约有4500万元 可以处理3万公吨的垃圾 未来也会向环保署做经费申请 持续进行其他乡镇的垃圾厂整理整顿 以延长掩埋场的寿命 记者林杰华林区采访报道